哈囉大家好歡迎收聽上牙實況 我是上牙 我們上一集 上牙真是各種被驚嚇 來這一集 我們回去看了一下 哆啦A夢啊 海綿寶寶啊 什麼什麼都好啊 平靜一下心神 再來錄錄這一集 OK那我們現在已經收集到了三個鬼陰 不是三個可愛的小孩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找第四個小孩 第四個小孩就是在 喔那個模仿裡面的那一隻吧 在 喔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呃那 嗯我們嘗試的這樣子只有打不開 看一下 提示應該 嗯 會不會這個是按鍵 我看一下喔 U按下去 喔有耶 喔所以這個就是按鍵的 喔 好 我要離畫面遠一點 欸 打開 啊 應該不會有東西嚇我了吧 上一個那個母親實在是太那個了啦 這風車那邊被嚇 被嚇到那繩子都掉一半了 智商也掉一半了 好啦 給你啦 給你啦 拿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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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通都拿去吧 呃 呃 可以了吧 不要嚇我 不要嚇我 給我給我 這這四個靈魂是怎樣 呃 呃 欸 欸 欸 還我 這個是 啊 這是 火嗎 怎麼回事 夜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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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科 夜鴨 喔 夜鴨 在四堪的納維亞民間傳說中 石膚鳥總是與不幸和死亡情情相連 夜鴨或者說挪威語中的納斯拉文就是其中一種 夜鴨被描繪成一直有著風力 呃風力濁的巨鳥 有時翅膀上還會有殘破的洞 如果有人定睛凝視這些洞 它就會染上疾病 還有一些傳說會把夜鴨說成是一隻巨大的只有骨架的鳥 它 嗯 它對食物的慾望永遠無法被填滿 笨到會在深夜出門的旅行者們很有可能會被這種可怕的鳥捕食 尤其是在聖誕節和除夕夜這樣的節日裡 我們現在好像 我記得它的時間大概是除夕吧 也有人說夜鴨的外型和普通的烏鴉烏衣 只是如果它停在了一間屋子上 屋子裡的某個人很快就會因為死於嚴重的高傷 總的來說夜鴨和疾病緊緊的聯繫在一起 當農夫們讓自己的孩子們出去收集野鳥的野蛋時 必須提醒他們特別注意避開夜鴨的蛋 那些蛋是致命的 不過如果孩子無法確定這是不是夜鴨的蛋 就看可以對著蛋敲擊三下 並說惡靈素素現身 如果這是夜鴨的蛋它就會變成黑色的 夜鴨不僅會寄出在鳥蛋中 還會直接支配鳥類的身體 尤其喜歡食服鳥的身體 根據某些說法 夜鴨是一個沒有被洽到埋葬了邪惡貪婪的男人的靈魂 夜鴨的貪婪表現在閃亮的物品的喜愛 喔齁 看一下 所以 我們這個張提的是夜鴨 在黑暗中跟隨火焰的指引 嗯 黑暗中 我記得有個地方是黑暗中 好像 這個地方吧 這個小屋好像裡面還蠻暗的 然後我們也只剩這條路沒有過去了 所以很有可能是這邊 那我們就 這是鬼火吧 我們就拿著它走走 走走走 走 去找那個夜鴨把我的東西還來 老娘辛辛苦苦 看一下地圖 老娘辛辛苦苦拿著 你居然馬上都把它拿走了 真是喔 脫台前也不是這樣的啊 我明明就已經弄好了 我看看 地圖 啊 過頭了 我現在有得要說一點話 讓我保持鎮定 唉 這遊戲真的是 它特別設計得很安靜你知道嗎 然後就 就會讓你整顆星都懸在那邊 然後也沒有音樂 然後就 整個就是激進到一個 會讓你受不了的第一步去 然後再突然弄個東西嚇你 而且你又是 它的整個場景 又是你孤單的一個人在那邊走來走去 真的是 唉 啊 這裡啦 喔 有了 這 這裡應該沒有東西會嚇我吧 真的假的啊 這裡有沒有東西會嚇我啊 我看看喔 好像這裡沒有什麼東西 應該是倉庫之類的地道吧 那往這裡 欸 欸 筒子 嗯 鬼火鬼火 怎麼覺得這邊好 喔 喔 這 這是什麼 喔 打開 喔 天啊 可以上去吧 欸我沒有我鬼火忘記拿了耶 我是不是要去拿一下 來來來你跟我走 欸好像沒有欸 這應該不會有什麼東西吧 喔 幸好平安武士讓我出來了 這也是 喔果然是到這裡 那 這裡好像有個碑紋吧 欸 夜鴨欸 是你嗎 嘿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絕對先看旁邊的東西 他想看嗎 這樣這樣這樣 喔 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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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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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好的離開嗎 這個應該是要解開那個 教堂路那邊吧 教堂的路 我看一下 教堂 往左邊 剛剛那個符號我們也要去下面解鎖才行 諾 千辛萬苦 終於讓我拿到鑰匙 開了吧 耶 終於 我們終於可以玩玩這遊戲了嗎 忘了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等一下我完全看不懂啊 喔天啊 我老天啊 我們先去 破完一個謎題還有更高的謎題 我們先去 先去 這個地方 把剛剛在這邊看到的最後一顆眼睛給畫上去好了 我看 我記得是 往 喔這裡 我想想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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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左 右 左 左 右 左右左右 右 我得把這個記好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後面的謎題會用到的我想 OK 那我們 天啊 教堂那個 我完全看不懂耶 之前的謎題至少還有點邏輯可以去思考 可是剛剛看到那個我真的瞬間腦袋已經變空白 這到底什麼東西啊 呃 喔我的天 嗯 可能跟後面的有關吧我想想 呃 呃 我記得那些風 像這種吧 可是 可是這種 這種跟那個又 又是怎麼樣知道的啊 我的天啊我完全看不懂 這是 這是 這是怎樣啊 oh my god oh my god 喔天啊天啊天啊 喔好吧 嗯 這個 這這這這這 嗯 是 喔 天啊 好吧 那 這邊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在自己花時間想一下好了 不要拖台錢 那 我們下一集 下一集 我 我自己先 試著解開一下好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好了 那 感謝您收看這一話的 這一話的 各種 我不知道怎麼接了 我在腦袋一片空白 我看到這些符號有點混亂了 好啦 感謝您收看這一集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